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胡雨薇怕秃顶放弃当科学家 受疫情影响婚期难定 胡雨薇近年主演的电视剧主角大多绝顶聪明 但戏外的她谦虚表示 不敢说自己是聪明的人 但从小确实很崇拜那些聪明的科学家 也曾立志要当科学家 不料后来被老师教习了科学家的梦 胡雨薇回忆 求学过程中曾遇见一位非常聪明 曾在NASA工作的老师 很有热情地想把所知所学交给 学生 这位老师已经秃头 头发掉到只剩一小片 但他还是坚持要把这片头发拨到另一边 绕一圈 我们每次看他上课都无法专心 会忍不住一直盯着他的头发 有次一阵风吹过去 就真的把老师的头发吹开了 又单引号 他说老师以前做实验研究 碰过很多化学物品 可能因此影响他的头皮 当时快毕业了 我决定不要跟他一样 走科学家的路了 因为我不想要也变成秃头 他的科学家梦也因此破碎 他也一度受电影捍卫战士影响 想考海军飞冠 但我势力不行 后来又因为从小学武术 有功夫底子 一度想当整骨医生 却因为在佛州 要离开家太远 所以又放弃了 又单引号 胡宇威年初宣布向爱情 长跑多年的陈婷妮求婚成功 被问求婚后是否有不一样的亲密系条件限制 他说两人都知道彼此要什么 一直以来也都尊重彼此工作 我的话 最大尺度露屁股还OK 我们都是专注在作品上 如果是为了角色成立 让剧情有说服力 必须要有的画面都可以接受 虽然自己保守不希望对方拍亲密戏 但还是要以专业角度相互尊重 又单引号 小两口常被误会已是夫妻 胡宇威强调还没结婚 现在就连确定婚期都觉得很难 因为不希望大家应参加婚礼而有染疫风险 一定要等疫情过去 等到防疫限制不要这么严格 规定松绑了 不用隔离最好 因为他爸妈之前从纽约到台湾时已隔离过 不想再隔离一次 太痛苦了 他会等办婚宴时一起办结婚登记 接下来有空也会先规划婚礼 感谢您收看Mou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分享和订阅分享